各位, 歡迎大家來到文化現場思潮榜的節目 這次已經來到第七集 今天主要講的思想家是一個近年非常酒潮 我們是酒紅的, 本雅明或班雅明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一個嘉賓 我們兩個特別嘉賓 我想先介紹自己, 我就是朗天 我叫一個主持周思忠 我就是嘉賓 你怎麼稱呼這位嘉賓? 是姓家的嘉賓 我真是, 為何你今天會上來呢? 現在我做了主持人 這個嘉賓是陳景輝 據稱你對本雅明也頗有閱讀 為何會無一會對本雅明有些反應呢? 本雅明這麼重要 相當之重要, 因為你不能歸類的思想家 跟上次我們說的 Raymond Williams 也是有一個共通性 假設對上我們說五個 都可以歸類為哲學家 但是 Raymond Williams 跟他有共同性 就是比較容易用中國說法 叫他集家 即是他不是專注一門 譬如本雅明我們有很多犯素 例如馬克思主義 又說攝影 又說藝術 甚至猶太教 神秘主義 什麼都在這個店裡 跟 Raymond Williams 一樣 是生前的時候 他是一個批評家 或是評論家 即是文化評論 即是本雅明有一段時間 我記得是威馬共和國的時候 即是他是做港播音員 即是在一個電台上做評論 有政治評論 有文化評論 甚至是我們是維生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 在生的時候 是一個我們叫做 雜格 很多犯素 但是跟 Raymond Williams 不同 他 Raymond Williams 在雷蒙威廉斯 他在生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人認識他 很紅 但是他剛剛相反 在生的時候 基本上 是差不多沒有人理會他 或者是 沒有東西去做 不是有東西去做 但問題是 不是很多人去說他 學院也沒有討論 或者是聘請他去教什麼書 反而是他死了之後 後來有人發掘他 一戰後有人發掘之後 令到他的聲名著起 其實他不單止沒有人 在他當時的時候 在他在生的時候 甚至乎還不是被圈子接受的人 譬如他搞德國文學研究 那些專門研究德國文學的人 就會覺得 你搞什麼 我一句都看不明白你寫什麼 本阿明 或者他自己 其實 又會運用很多 就是馬拉斯主義的方法去分析 但是法蘭哈佛王派 為什麼就跟他吵架 你那些東西 不夠辯證 所以他 除了說 是一個 他是 這一本 啟迪 這一本 漢南樂蘭 幫他 編回去 死後幫他編回去 出的文集裡面 形容 就是 本阿明是一個身後名的人 意思就是 他死了之後 那些人才開始認識他 還要是一些小圈子 就是跟他很熟悉的人 欣賞到他的能力 他的才華 一小堆人 很努力幫他編一些文章出書 所以他當時 第一就是 他跟那個時代是相斥的 就是他那個時代的學術圈 思想圈 全部覺得 學你所說 就是他一來是一個集家 集家之餘 他還要在那些範疇裡面 提出一些遺世不容的觀點 就是他那個圈子裡面 不容的觀點 然後他就不被人認識 但是我們香港 就認識他 也是很近的 雖然他應該是 70、80年代 已經重新發掘了 但是香港 應該是九十年代 打喉 打喉 才講回本阿明 我記得 就是近年 經常講 講他那個 浪遊人觀點 我們搞牛盆 我們搞牛盆書展的時候 就是2003年 可以搞 2004、2003、2004 開始講本阿明的浪遊人觀點的時候 都是沒有什麼人講的 當時我的朋友 潘國靈 就經常講這個觀點 我之前就是李趙興 他經常講 有浪遊人 就是城市觀察 開始在香港的城市觀察 就是浪遊人的身份 或者當時叫城市浪人 很流行 其實這個借代不太好 跟浪子有沒有關係 跟浪子有沒有關係 我們叫監兒 這個隔兒就是不太好 叫城市浪子 以為是猛波 以為就是 以為是浪遊人 以為是浪遊 其實不是浪遊 而是觀察 作為一個城市文化 譬如去到店舖裡面 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那個特別的特色 就是它要很慢的速度 很慢的 還有就是一個很清閒的 很有遊閒的角度去做 這個就跟我們香港城市的節奏 是剛剛相反 亦都是一個 我們叫做 開始就是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 怎樣去 我們叫做 怎樣去 了解自己的城市 跟自己的城市 有產生關係 多少年 有時候你們提出這些城市浪遊 都不太久 李朝興就搞了一個年度末期 去到這大問題 就是開始 真的有實踐 就是我們可以組織一些人 去進行一些小組 走到時候 到2003年 才開始 才開始香港 突然間這幾年 已經是 有很多人研究的關係 已經成功成功成功 這個浪 其實我聽 剛才其實 無論是浪遊人 這個觀念 以至到 譬如剛才曾經回來說 他的學術圈 總是格格不入 其實我都想起 跟他整個很短暫 其實他應該 如果沒有記錯 是40多歲 48歲 怎樣死 這個死 其實又是另一個懸案 這個即將就講到 但其實他整個人生 都是一個 當時的戰爭背景很大的關係 他整個人生都是不斷地逃亡 不斷地遊走的過程 而他的死 其實真的很有趣 很有趣 有一個說法 悲劇 悲劇 第一次悲劇 第二次就是悲劇 為甚麼他先走到那裡 其實都是戰爭走難的原因 因為巴黎有戰爭的訊息 可能會 納粹 對 納粹 其實他去到 那個版本 就是一個比較流通的版本 我猜是 他就說他去到那個邊境 但就知道西班牙那邊 其實那些警察 其實跟那些蓋世太保 比較友善一些 他其實就是不知道自己過不過得去 在一個不清不楚的情況下 他就據稱自殺了 但那個悲劇的地方 就是他怕過不了他的關口 在他自殺了之後 第二天 就開了 整班朋友就過了 但他已經在絕望之後自殺死了 他的圖欄也是一個收錯風 原來 後來巴黎沒有戰爭發生 他就去了那個地方叫莫市 去到後 就覺得好像你剛才所說的那段 那種的命運 然後就自殺 自盡 其實有很多看回的傳記 他自己的回憶錄 和傳記 他自己寫回《必百克林記》 這本書叫《帕林幾時》 當然有獲勝的 《帕林幾時》裡面 他也講回小時候的經歷 他講到小時候 已經對死亡很有感受 因為其實他不單止教育 不是由這個大過的 小時候由讀書開始 已經對這個 我們那時候的德國的教育 格格不入 剛才有講到的 我剛才有講笑 其實跟他小時候 小時候 小時候 五、六歲的時候 跟著媽媽去逛街 可能這樣有關係 有關係 他媽媽 我只是看她說 她媽媽就說 喜歡去購物購物 她不喜歡購物 因為小時候 要跟著媽媽 於是她特地退後兩步 就不跟媽媽走 特地扮一條絲 跟媽媽的節奏不同的方法 承擔豬遊 還要去擔天望地 那時候 建立了這個集困 就是在城市擔天望地 當然 這個我們叫做說笑 更普通的說法 就是跟他對資本主義的興起 和對現代主義大城市的發展有關 因為大家知道現代大城市 就是車子很快 很快 這樣也跟波特萊爾的研究有關 我們接下來 就是下一節再詳細講這個問題